很高兴在初冬时节 与大家相聚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网上内容建设论坛 需要将中国故事用跨文化的方式再翻译一下 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文明的比较 尤其是要敢于正面回答最复杂最尖锐的问题 着眼突破西方话语陷阱 突出打好人类进步牌 和平发展牌 公平正义牌 触动各国人民共鸣共情 看到差异 尊重差异 研究差异 从而跨越差异 百度过桥抵达彼岸 是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经路径 如何冲破西方的舆论维谷 是摆在中国媒体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既要立足本土 又要放眼全球 是要坚定文化资讯 文化资讯是更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 在互联网上 凝聚起中国故事的根和魂 我们是真正的信仰 中国的政治制度 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走到国家社会发展的最前端去 新时代的中国自带流量 就能够打造 外文化交流的情练 是要去刻板一下 让中国叙事成为世界叙事 和国际共识 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 我们不断地去助劳新的阵地 去推动新的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